0至12時新增了國五時定及平臨的南向雜道封閉 所以提醒用路朋友 請記得改走替代道路106以或是台9線 本次中秋節連假的高乘載管制 在中秋節連假首日國一國三國五的南向6至12時實施管制 在第二天國五的南向6至12時實施管制 在中秋節的最後兩天也就是10月3號及4號 國五的北向14至21時實施高層載管制 在國五的部分從凌晨開始就會有陸續的車潮湧現 整個白天都會是車多雍色的情形 可以看到右方的時空圖 紅色的部分代表是時速低於40公里的部分 那它會持續到傍晚為止 整個國五行車的時間會比平常多5倍 在北陸地區的話 從國一的陽梅到新竹系統 以及國三的土城至關西服務區 南向從早上開始都會有車多雍色情形 那這個情形會持續到傍晚才會逐漸疏解 在中部地區的國一造化系統至浦岩系統 南向從早上開始也會有車多雍色 以至到傍晚的時候才會可以逐漸順暢 除此之外在國三的快關南向 以及國六的舊著東向都會有零星的雍色情形 在南部路段 國一的南向大灣在傍晚的時候會出現雍色 那其他如國一的頂級系統 以及國十的人舞系統會有零星的雍色 本次中秋節連假的高乘載管制 在中秋節連假首日國一國三國五的南向6至12時實施管制 在第二天國五的南向6至12時實施管制 在中秋節的最後兩天 也就是10月3號及4號 國五的北向14至21時實施高乘載管制 限3人以上的小行車通行 那在匝道封閉部分 除了既有的匝道封閉措施以外 本次高公局在中秋節連假第一天 以及第二天 0至12時新增了國五時定及平臨的南向雜道封閉 所以提醒用路朋友 請記得改走替代道路106以或是台9線 賓